好来 继续来看分岭不聊的农民 康宏尤 人以前回到分岭净算头 有着要解决减冠的问题 它因进到净算头的阶气 用一年的时间来研究到改良 现在已经可以顺利来运作来净算头 它希望有更多人来投入 帮助更多农民解决减冠的问题 最近是开始净算头的規制 不过农村因为人口外流又有高净化 缺人的问题让农民头很痛 不少人开始世界遭踪出办法来解决 买了一个农民口红尤 我们以前再回到分岭 寒出来做回净算头 在几年因进一台净算头的机器 就没有带人啊 人老了 年轻人没有走 蒜头播种机 它上年七月中才开始买 我八月车就进了 可以算台湾省南部数一数二 去年刚才买这台机器的时候 甲红尤的老辈很反对 不过用一年的时间研究改良 让机械可以复合不了当地製造的习惯 今年已经可以住民族来政 不过机械要没法做到100% 以后是继续来改进 希望未来帮助更多 会请无港的农民 农村欠人的问题越来越严重 希望可以有更多人来想办法改善问题 保台湾的农村欠人会等 继续发展 西班农村欠人会立法大臣